国会改革法被大法官判违宪 等同宣告官员在国会说谎 还有藏匿必案资料都没事 现在新的解释又下来 2018年燕子台风重创大阪机场 因为代表处疏散旅客不利 杨慧如为了替助日代表谢长廷说相 竟然找网军痛骂大阪办事处 说烂死了烂到该死的地步 一群垃圾的老油条 甚至脱口骂党国余孽 搞到最后办事处长苏启成 在被处分的前一天轻生 事后杨慧如跟他的下线 遭法院依侮辱公务员 判五个月徒刑 但大法官视线既然说 这条法律违反言论自由已经违宪 换言之骂官员垃圾 在本案成了言论自由 我们要去跟往死的优秀的外交官去交代 大法官是不是碰到绿测意就转弯 杨慧如在蔡英文上台后四年内 从中央跟地方一共拿下了二十个标案 总金额高达八千三百万元 网友火大怒轰 大法官让官员可以在国会说谎 让测意可以骂人垃圾都没事 大法官的绿色言论自由果然与众不同 我真的是很难想象 掌握国家的宪政角色大法官 竟然会公然告诉大家 官员在国会说谎是天经第一 你不可以处罚说谎官员 大法官堕落到这种程度 这就是今天这些大法官 让人家觉得不齿的地方 当大法官释宪凌驾民意之上 国会该怎么反制 有篮尾严你修公投法 将来大法官如果做出类似 像废除死刑的释宪 可以靠公投来推翻 法庭的裁判 如果你犯中路违背民意 老百姓有出来讲NO 否则来讲大法官是神 从废除死刑 国会改革案到侧印入骂官员案 大法官的视线难服民心 记者忠诚良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导 北采访报导